刘邱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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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机最多的当然在发展中国家 因为风险越大 商机越多 汇报越好 这是很常规 就简单地讲 我73年走到香港 当时的香港跟今天的香港是两回事 七十年代出香港也是刚刚挖起 刚刚开始 香港的出口业那个时候刚刚兴起 机会很多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我们做地产一点小本也可以做 今天可不行了 今天你要在香港做地产 到底没有五个亿现金你就甭想了 你去那挂牌 你举手的机会都没有 你做什么 你就没有机会 因为经济发展那个程度了 你机会就很少了 发展中国家 尤其刚刚兴起的这种经济 机会很多 这些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那两个字 第一是秦 第二是成 当你勤奋的时候 你就必然会撞到机会 没有勤奋的人 撞不到机会的说法 但是很多人有机会 抓不到机会 甚至机会给他抓到了 守不住 这跟成有一定的关系 成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要素里面 可能最重要的要素 这一点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选择不走这个路 我选择的项目 我就先做好 要做好思想准备 就说 我拿不到项目 如果不走捷径 拿不到项目 你肯不肯承受这个结果 如果你是肯承受 那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吧 是当你一位一地 想要这个项目 非要不可 那你就不择手段 要去争取 那可能你要走这个捷径的路 我当时来缅甸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什么清高 我总觉得你走那种捷径 说白了 你用这个胶态底钱 黑钱 甚至贿赂等等这种手法 得到项目 可能一时你会有获利 但是从长远来讲 是冒一个很大的险 在亚洲也好 在世界上也好 无数次的证明 这种不正当的交易 迟早是要有事的 不是不报 实际未到罢了 实际一到的时候 你是没有得挽救的 那当时我想 我来缅甸开公司 是政府请我来的 请我来这儿 为缅甸的经济做贡献来投资 我在这儿成功了 十五二十年之后 想退休了 那时候把我圈进去了 那犯得着吗 犯不着 我不来这儿 不是没饭吃 我来这儿是他请你来的 那如果非给才有 那我就不做了 因此 当你决定了走这条路 做了选择 其实事实证明不是一定要给的 当然我们能够从中国的经历 可以取得很多很好的经验 也可以吸收他们的教训 从而可以令我们走的路 少走点弯路这么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相机 对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我们能够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 我们东协各国家的发展经历中 可以吸取他们的经验 吸取他们的教训 然后制定一套适合我们缅甸的一些方式政策 这是一个优越点 从宏观的来讲 我觉得缅甸的走势跟中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只有规模大小不同 从大企业中生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一个集群制的国家 转化到民度化的国家 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经济体 转化为一个自由市场 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所产生所带来的商机是非常大的 也是可能是唯一一次 从此之后的发展 从各方面程度上规模上都不可能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史无前例 而且以后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好的时机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十年的动荡 我们经历了各方面的冲击、洗礼、教育 甚至很悲痛的一些经历 对于塑造 我对人生观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很多人来讲可能理解不到 但是作为当事人来讲 我觉得比如讲毅力 毅力 毅力 毅当命的时候 你没有毅力的话 你是很难能够保持下去的 你会崩溃 你会崩溃 但是我最后十年大 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坚持下去的那种 那种精神 还有抱着一个乐观的精神 会更好的 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来讲当时是意义很大 在那风浪中第一 我看到人的反应 人的面目 这是对于人的多种面目 你突然在很早很年幼的时候 你就可以认识到人有很多面 在不同的环境下他做出些东西来 可能以后他会后悔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是要做出这种反应来 你对人太有个比他人深刻的理解 第二 对政治的嗅觉 我觉得我比人家敏感 因为当时的年代是政治挂帅 什么都是讲政治 如果你的政治嗅觉是不敏锐的话 你往往站错队或者是被斗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斗了 政治嗅觉很多 当我投入到商业的时候 商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政治嗅觉对我帮助非常大 你能够比人家早一点预感 预见到会发生什么 比如讲分析一个领导人 一个人的专门 是想要很长的 在那儿大家的里面 就是区别人 又在一个人的目标 那我们他所所看到的 那些对何人的专门 那些对も中国人的专门 最后天才的专门 最后天才的出现 是什么 那些人的专门 今的个人的专门 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对我好的 其次就是深受辛苦 我记得我去香港的时候 第一个工作是做个厚生 厚生就是广东话叫厚生 其实就是我们打闸的服务员 我们在洋行里面扛东西 送货 那就是厚生 英文叫messenger 其实是苦力 那么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公司有五六个厚生 我们大家年龄一样大 但是他们扛起来就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太容易了 这跟我在乡下要干的 这简直是太容易了 a piece of cake 一点都不难 那么当你勤奋的时候 你比人家做得多的时候 老板自然喜欢你 对吧 老板自然对你好一点 这个体力上的不怕苦 也是帮了我很多 帮了很多 所以我回顾起来 我对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灾难 对国家 对人民是一场非常非常不幸的事 但是我从来没有有悔恨 或者是有不好的念头 我总觉得对我反而塑造了我很多 今天能够帮助我成功的一些基本的性格和心态 那天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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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自然 太大了 太大了 感谢观看